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来试一下这款Covermark的一款 我想打开看一下 它里面是 这个只是个小样 它应该处于中样 我觉得量也不少了 它这个东西 它这个已经有 已经有多少课来 它没写 whatever SPF35 可是它是一个中样 它是跟杂志一起送的 所以我就拿来测试一下 OK 它是一款粉霜 然后 我试一下我自己加的那个粉铺 它应该 因为Covermark加的 它应该 我感觉应该是 就是 周霞很强 当然用这些粉霜之前 我觉得保险一点 我还是用一下隔离吧 要不然 过敏了 那 快大了 快大了 大了 OK 我用的是CPB的这款 防晒霜 防晒隔离 OK 这个东西真是耐用啊 夹子 这个夹子 也有朋友在问啊 这个是日本产的一款夹子 我想还好不疼呢 就是这么化妆的时候用一下 你看 我嘴上现在 我嘴上现在涂抹的唇膏 是这款 是资深堂的这款 心肌唇彩的 这款唇膏 我觉得蛮好用的 我觉得蛮好用的 性价比蛮高的 这款也不贵好想 但是它比一般的唇膏美 就是 它比一般唇膏好用啊 我觉得 一般唇膏有点黏黏的 这 不知道有什么是这种 黏膜感 这个就没有用黏膜感 还蛮舒服的 大家放心了 我贴的 OK 嗯 我就先试这边边吧 因为这边边有那个 有一些痘痘的印子 还没有完全好 OK 哦 这个颜色感觉好像很深 我试一下啊 诶 这还蛮白的 感觉随便抹了两下 可以整张脸 诶 我的天哪 我感觉 这么一点 半张脸都太多了 我得用这个粉铺上 没有粉的地方 再擦匀 哦 它的遮盖力很厉害 你看 它那个痘印都遮盖掉了 这个这个这个遮盖有点厉害的 对吧 这个色号是什么来着 这个色号是F220 它有点白 给大家看一下哦 你看这边痘印刚刚那个都遮盖掉了 然后 唯一我觉得有一点不爽的是鼻子这里 就是鼻子的这里 有一点点毛孔的填充感 我使劲抹也抹不开的感觉 就是快点嵌到毛孔里边了 嗯 就是这里有那种 这种毛孔的填充感 看一下等会 可以看一下它等会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 我把这边补齐哦 毛孔遮盖力大概是在8分左右 对毛孔遮盖力在8分到9分 感觉 就是指 就是指脸颊这边的毛孔啊 感觉很容易一下子上太多 就是 我个人感觉这个颜色F220有一点太白了 你们镜头前应该更容易看出来吧 就是明显的感觉 有一点点白 同样这边也是毛孔的这个 这个鼻子上毛孔的那个填充感 希望它如果能够在出油之后 能够就是溶解到还好 OKOK 总体来说 我现在对它的感觉是 毛孔的遮盖力非常的好 毛孔遮盖力有8分到9分 然后 鼻子上的 填充感 有一点褶皱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褶皱的填充感 让我有一点点不舒服 鼻子上褶皱的填充感 让我有点不舒服 然后 用量应该是非常的省的 这款价格不贵 还有 遮管的遮瑕力非常的不错 遮瑕力应该在 真的是很高 如果你脸上很多斑点 那种你可以选择这种 这个真的遮瑕力很厉害 因为我觉得我脸上的红雪丝啊 脸上的那个什么痘印啊 还有那种什么东西都被遮盖掉了 天使粉 遮瑕我最近发现还蛮好用的是 既然已经用了covermark 那我等我遮瑕也用covermark的这款 这款遮瑕膏 然后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好用的是这个 欧兰亚的这个 这个绿色的头 我觉得很好用 因为我看网上有很多那种就是 遮瑕又口红啊 就我也试过 结果越遮越厉害 可能我那个黑眼圈的颜色 不太适合红色遮瑕 我用橘色遮瑕也会很厉害很厉害 但是我发现用这个绿色遮瑕 给大家看一下 是我的黑眼圈啊 你这样可以看到的 用绿色的遮瑕 对啊 遮完之后 打了底 你可以看到对吧 打了底这颜色不一样啊 我用这个 这是covermark家的这个 这条勾 你感觉到什么就是 这感觉亮了很多是不是 可以保一看 就是感觉就是光光的那种那种效果 这样低头看眼带还是有的 眼带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没办法啊 但是 遮盖就好很多 对吧 所以我最近都在用这种绿色的在遮 眼圈 如果你跟我一样用什么口红遮盖法没有什么效果 还有用什么橘色的遮瑕没有效果 你可以用一下 试一下用绿色 反其道而行嘛 对吧 你看颜色就是 一样子就很 很清楚了 就是感觉 这种 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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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腮红我发现了一个新色号 腮红我发现了那个 代科的一个腮红 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很好看 它是PK853 PK853 看一下 不要怕不要怕 不要怕 这个时候抹多一点不要怕的 同志们 不要怕 天狮粉 很美吧 新款的天使粉 但是它有个缺点 它那个粉铺不是很好用 你看它的粉铺是很薄薄的 不是很好用 最好大家就是配合 就是你如果去年天使粉 你就把它粉铺洗洗再用一下 或者说你另外再买一块粉铺 OK 现在是不是很红 不要太在意 我感觉它跟去年的香味有一点点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呢 是不是一下子就 揉光了 其实它这个粉铺也还可以 就是 只是 没有原先那种就是 那么好用 没有没有那种厚粉铺这么好用 哎等等我也 我眉毛还没画呢 大家好我回来了 现在是晚上的8点25分 也就是说上妆了 四个小时左右啊 我觉得 我觉得已经有点难持续下去了 因为它的那个眼下的 眼下的那个卡粉啊 眼下的卡粉 这个眼下的卡粉有点厉害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到 但是这个眼下的卡粉已经有点厉害了 然后脸上其他地方的浮粉的情况 都已经有点开始浮了 然后法令纹也开始那个了 这法令纹 而且还是我的外面实在不好意思 我还特地 稍微 把法令纹稍微擦了一下啊 这个 这款我觉得就是 妆感有一点点的重 就是有点厚重了 有点太显妆感了 嗯 我感觉好像 好像 不是 太适合我 对你看法令纹这边 两边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它的持妆力 我觉得不是太好 就算是用了天使粉 用了那个CPB的那个 那个隔离 这么强的一个加持的情况下 它仍然表现出这个样子 让我很失望 我很心痛 如果是用其他的那种隔离 或者稍微差一点的 定妆粉的话 我觉得情况会不堪设想 哦 真的是 真的觉得很可怕 嗯 嗯 这款我觉得 不是太适合入手 不是太适合入手 尽管尽管它的遮盖力不错 价格也不便 呃也不贵 但是妆感 妆感实在太重了 OK 就这样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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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